大家好,我是EZMTV的技师韩光 今天我为大家讲解EZMTV的座油工具使用方法 在以往我们给刹车座油 我们需要掌握非常专业的品牌维修知识 今天我们用一种独创的EZMTV座油方法 来解决市面上几乎所有的刹车座油问题 我们的座油工具为大家准备了11个座油介统 它们基本上可以满足市面上所有的刹车的需要 如果你的刹车非常冷门 我们还准备了一款多功能介统 这款多功能介统是没有密封件的 在座油工作开始之前 我们先为大家介绍刹刹车的两个重要主件 分别是刹车手柄 以及刹车甲器 也称为刹车卡钳 它们两个都有一个刹车口 刹车手柄主要是接我们刹车工具的漏斗 或者接刹车瓶子 通常情况下呢 刹车口它都在刹车的顶部 但是也有些刹车呢 它的刹车口可能会在侧面或在底部 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不能使用漏斗 我们只能使用座油瓶 刹车卡钳 也就是刹车夹器 它用来接我们的座油器 今天呢 我们以马布拉MT2为例 为大家演示一遍 我们的座油瓶子的使用方法 我们首先呢 拆一些来定片 然后呢 安装我们的活塞挡块 使用橡皮筋呢 将这个活塞挡块固定在刹车的夹器上 接着我们连接座油器 首先呢 拆一些夹器的座油瓶子 然后我们将对应的座油接头 拧上去 将座油器 套在建筑房 在连接座油瓶子前呢 我们首先要把刹车手柄 调整到水平位置 然后打开座油口螺丝 我们使用原厂的刹车油 全部倒过 做油瓶子 将醋油瓶子挂在刹车把手上 我们使用这一款没有密封件的多功能接头 直接插入 刹车手柄的座油口 然后连接软管 将软管插入座油瓶子 软管一定要插到底部 一定要插到底部 当我们连接好 刹车手柄的座油瓶以后呢 我们开始抽第一管油 抽第一管油的目的呢 有两个 一个是为了排出旧油 第二个是为了清洗油路 我们在抽第一管油的时候呢 速度一定要缓慢 慢慢地抽 将旧的油完全抽出来 然后关闭指令夹 将醋油取下 然后我们将旧的油倒掉 当我们倒掉旧油以后呢 我们将醋油气重新接回 打开紫泥夹 现在开始我们开始排空 还是用抽 缓慢地抽 抽完以后呢 我们需要少许的停顿 然后再往回推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 夹器这边的软管 以及刹车手柄的软管里面 会有很多空气 不要紧 我们可以反复地尝试 这种排空的过程 抽 再推 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呢 我们不要把空气 推回刹车 再抽 当我们发现软管里面 没有空气的时候 排空工作就已经完成了 可以吗 在排空工作完成之后呢 我们要先取一下 刹车手柄上的 作油瓶 然后呢 我们需要对刹车手柄 进行一点补油 我们可以轻轻地 推夹器的作油器 让作油口的油溢出来 再将螺丝 装回去 作油工作的最后一步呢 我们来拆除这个 作油器 在拆除作油器的时候呢 我们要避免 在拆作油器的过程当中 有刹车油从这个 刹车卡线里面流出来 所以我们这里有一个小窍门呢 就是把这个夹器跟刹车手柄 尽可能地放在一个水平位 这样我们在拆除油器的时候呢 基本上不会有油漏出来 然后把作油螺丝装回去 当然了 有一些像星马洛也好 这样的带有限度螺丝的刹车卡线呢 它是可以不需要把这个 刹车甲器抬起来的 如果你没有条件 把这个刹车甲器拆下来 比如说你的车架是一头线 不方便拆这个甲器的话呢 我们也必须要把车架抬高 尽可能地让刹车夹器和手柄 在同一个水平位 这样我们拆除这个螺丝的时候呢 就不会有更多的刹车油漏出来 以至于污染这个刹车夹器 在作油完成之后呢 我们要拆除这个档块 我们要对刹车的活塞进行检查 甚至清洗绝对不能让刹车油残留在刹车核塞里面 因为这样的话 有可能会污染白钉片 造成刹车失利 这样的话我们做的工作就已经全部完成了 那么让刹车下一个车子